我們接下來請陳玉珍委員發言 主席齁 徐部長跟那個我們舞署長 部長 署長 委員好 早 聽了一個早上署署長齁 這個齁 首先齁我先提一個跟防疫相關的議題 就是現在因為這個居家檢疫的人 比較多了齁 那這個全國的這個村里長 還有村里幹事 這個他們相關的工作負荷量很重 沒錯 真的很重 對 非常重齁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首先第一個他們本身的這個 因為他們要跟這些人比較有可能 有接觸到齁 那有沒有對他們這個相關的防疫物資有沒有充足 有這個防疫物資我們包括口罩各方面 經由縣市政府都一定有 沒有問題 尤其在村里長 那那個有關於他們的這個 就是這麼辛苦 有沒有什麼特別方面的 還有什麼相關的鼓勵啊 鼓勵措施 補助這一部分 我們是有 鼓勵措施 對 我們有列了 桂院已經通過了三千八百八十萬 那主機長跟我講 只要錢不夠 那一定補到夠 一定補到夠 所以這一點跟委員報告說 這部分的補助 一定補得夠就對了 不是說到時候後面做的 不會這樣啦 謝謝齁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一定會注意 辛苦的第一線這個執行人員 真的感謝他們 因為今天的我們的居家檢疫 今天是四萬九千多個 最多的時候前天五萬五千多個 所以現在有一個要落下來 這個落下對我們疫情來說 就是一個好消息 好 謝謝部長 來 我們來談這個 今天的主題 國土計畫法 這我們也聽了很久了齁 這個15條 既然行政院也不堅持的嘛 你們貴院也不堅持你們的這個版本 那你們要不要撤回你們的這個 這個其實我剛剛已經跟委員報告說 法案到了貴院 貴院最後只通過這一條 大家意見也一樣的話 但是我們的 職權行司法 我們立法院職權行司法有規定 這個完全二讀前 你們都可以撤回啊 都可以撤回原案啊 那現在我提到就是說其實這結論是一樣的啦 因為今天已經我們也表達態度不處理了嘛 這個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那你們不撤回這個版本的意義是什麼 沒有什麼 因為這撤不撤回已經 因為這個版本已經15條不處理了 但後面那個還不一樣嘛 因為你們 我知道你們現在不堅持嘛 那不堅持你們就撤回版本 我也不能完全代表 因為這是行政以上來 不是來政務 所以我 你現在給我問這個 我沒辦法把你回答 你們要嘛 因為這個在你來講 我們在修這個法的時候要討論這個 下去要討論這個法律的時候 這個法令修改的時候 你們既然也不堅持 你們版本就事實上也沒有什麼 或者它有存在的意義 它代表你們堅持這些不撤回 有它存在的意義 是你們不想對你們這個 你們既然提出這個 你們不想負責 或者是 我們尊重立法院審議 立法院就講說這15條不處理 問我們的態度我們說 我們都不接受 那就是這樣子啊 你們只是因為尊重我們 當你要順重立法院啊 但是因為民意要決定往這個方向走嘛 但是你們就是還是不願意自己撤回 所以我們接受民意啊 我們接受民意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建請我們委員會在審查 我們建請這個我們全體的委員 在逐條審查的時候 對於你們的條文就不予審議啊 就說也不是不予審議啦 不用審議啊 反正你也不堅持 叫你撤回也不撤回 沒有啦 這部分就是還有期限的問題嘛 所以我們在這裡是尊重立法院的意見啦 不管你們撤不撤回 你們都要尊重立法院 重點是你們不撤回的這個動作 我們來討論一下 你們這個不撤回的這個行政院版的這個修認條文 這是有什麼價值啊 我來請教一下 這個張景深政委有說啦 這個當初你們提出來這當然是張景深政委說的 他說這個現在這個 國土計畫法的嚴重問題是限時完成和 相話沒有彈性 不可以不修法 不修法不行喔 不然的話如果不修法會 讓國土計畫法的良益變成災難喔 營建署也有說這個賦予彈性 政府就實務面考量國際政經情勢 及對國家團員發展覆必要之調整 所以這15條的修正 納入這個修正以備不時之需 因為不是任何計畫都可以透過原來那個程序修改 那所以署長來 這是你們說的 現在就誠實面對理性討論 當然是誠實面對 但是你們又不願意撤回版本嘛 那可見你們當時提出來 也有你們堅持的意義 你堅持不撤回嘛 那你們的版本有它的 有你們認為的意義存在嗎 對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就像早上總召所講的 我們就是很誠實面對 因為我們還是 所以你們現在承認 你們當初提出來是不對的 還是會 誠實面對就是說 我們當然就行政院的幕僚來講 是認為長遠必須要去考慮這件事情 不能說現在 沒有修法這個法規 這個我剛才講這兩條 一個是無法限時內達成這個就沒有 這條大家都比較有想法有共識 那法規將話無彈性說15條這一個 那這一條你們就認為現在不修法也可以 反正法規法規會變得因為 因為我們決定這樣說就變成有彈性了是嗎 也不會 但是現在變成說 因為在立法院還有一個民眾 所以你很無奈是不是 沒有辦法 還沒有辦法就這個條文有共識的話 那事實上在短暫的期間內 可是如果照這個張錦森 在短期內的確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那短期內如果不會發生 當初這麼急著要送過來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是說 站在幕僚單位 他必須要為自己的立法要付一個長遠 我還是希望他長遠是可行的 那我 所以說你們以後還是可能會再提出來 現在因為現在15條不處理了 今天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但是這一條對你們還是 因為張錦森政委說 不修法會造成 行政立法是否考試監察 我們就尊重立法院 我知道 但是這一條如果沒修的話 照張政委的意思會造成災難啊 我想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不一定是所謂的災難 而是說 你是打理張錦森啊 當你真正有需要的時候 那如果到時候是沒有法令 是不是到時候還要再另外 那我們來談你的 我們等一下來談你的 所謂有需要是什麼 好 真正有需要的時候會需要這個法令 所以還是有修法必要 只是因為民意現在反韓 所以你們不修法嘛 那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來談 我們現在看這個 現在我們剛剛早上聽了 現在全部的縣市都報到內政部了嘛 第一題都到內政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都已經開始進行審議 那你們需要多少時間 很少能夠 像都市計畫一樣 很少能夠告訴委員 說你一定要多少時間審完 那往往 你限制的太短 所以你沒有辦法掌握 你們開會就沒有 有無止盡 喔當然不會 因為我們在現場 都會有人去控制 所以你可以控制時間 但是會看內容 那大概多久呢 要跟委員報告 要看內容 今天我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你今天哪一個內容 所以有可能是 你也不知道 一個內容做得好 那當然會很快 所以你當初要修一定時間 就是看你們審議的速度 那這個我們立法院修法 應該可以這樣 我們會看內容去 決定我們要要求他多久 因為我們也會在 我們也會在細則跟相關之法 去要求他期限 所以你沒有辦法決定時間 我們沒有辦法決定 每一個都一個 對但是還是會有一個時間啊 如果每一個公委 你不要一直幫救火隊 你幫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一定期限 是一個最好的做法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委員的時間 這好像我們如果民間 八時啦 發作公司 政府啦 政府來說我一定會回你 那我會在一定期限內回你 這樣對人民的權利不是一個 行政處分 跟這一個審議是不一樣 對 那就像說你規定委員 你只能審兩次 那委員當然會覺得 那審兩次 萬一中間有問題 誰要負責 所以 因為沒有規定人 所以你們永無止盡 所以你才要一定期限 不會嗎 那一定期限要多久 我們現在要修法 你告訴我 你們的一定期限要多久 我們會針對每一個案子去定 現在各個黨 我現在就在問你 如果今天如果在 各個黨團都有提出這個意見了嗎 那你的意見呢 你們要多久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還是會尊重 立法院這邊 你也要講你的看法 我們來參考啊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著手在進行個案了 所以 那你預計要多久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快的 我們很快就會把它送到大會 那小 如果說還要看個案內容 很快是多久 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有的小組已經審查完了 但是我們現在在做最後的校正 但是有一些才剛送來 我也沒辦法確認它的內容 到底是不是完整 所以最久要多久 三年五年 十年一百年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一定期限 我們委員要要求 你現在還在堅持一定期限 我們下禮拜 如果審了就已經沒有一定期限了 如果說你審完了多少時間 我們會在那期限要求 但是我也跟委員報告 所以你不用一定期限 只要我們立法院 只要說一年內 你也會在一年內審完 我們說三個月 所以 所以這是你盡全力的問題 進不盡全力的問題 我盡全力的話 當然會在各委員裡面 沒關係 這個 我們一定會盡全力 一定會盡全力 那我想請問 剛剛說到你們不撤回法案 說到張政委說的這個 說到張政委說這個 不修法會變成災難這個問題 那現行的這個國土計畫法 對重大的公共設施 或公用事業計畫 有沒有界定 跟委員報告 因為當時的條文 指的是指公部門興辦的 是 公部門興辦的 的重大建設 所以這次 原來張政委的修法 其實是為了私部門的 因為公部門沒有問題 是為了私部門參與建設 公部門興辦的 現在也有很多是屬於民間參與 但是原來的條文裡面 並沒有這一些 所以 所以 我才跟各位報告 我們永遠要一念不同的 所以你們還是應該要修法 你覺得你們還是應該修法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 現在沒有 大家還沒有具體的共識 所以現在我們還是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所以改天還是可能再捲土重來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都還是會先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好 所以那個我們的結論 那重大建設 原來重大建設定義很廣泛 缺乏定義 自由信任 有公私計畫 你剛剛有跟我說 有公和私都喊在裡頭 對不對 所以 你剛剛有跟我說 署長剛剛有跟我說 民間都有合在一起 所以 我剛剛有特別講調 即使是公部門興辦的 也有喊民間投資 可是原來的法案 那條文是有限定在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 對啊 沒有錯啊 但是民間也可以嘛 現在的公共投資本來就有含民間 對對對 所以這個 這一次要修法 回頭來看 就是張政委他為了這個 也不是 張政委指的也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委員報告是說 因為我們希望在這裡面 不要因為後面的執行上 產生了狹隘的解釋的時候 造成所有可能 即使政府要興辦 就會造成民間無法投資的一個狀況 所以 其實這樣的話 到時候反而會產生自愛難性的問題 所以綜合 以上的你的說法就是說 雖然這次我們已經 大家有一個共識 十五條撤回啦 那那個一定時間 是因為立法院給你多久 你就可以多久嘛 雖然你 不一定做到 但是如果立法院要求 你就做得到嘛 我們給你一年你就做到一年 兩年就是兩年嘛 或者半年就是半年 舉例啦 那現在最好都給一年嘛 那所以事實上 我們立法院的督促還是比較重要的 那但是你們這個法案 還是可能捲土重來 聽起來就是這樣子 沒有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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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玉貞委員 謝謝部長 謝謝署長 接下來請 陳焦華委員 謝謝